大家好 有时候我们在唱歌当中 可能方法不太正确 或者说时间唱得过长了一点 或者说声音过大 会使我们的喉咙出现 杂音会引起声音撕哑 我相信很多朋友们都有这个经历 每个朋友都会有这个经历 这个时候尽量不要这样的方法清嗓子 不可以这样 很多人是会这样子清嗓子的 这也是危害我们的嗓子 不是一般般的 它会使我们的声带很严重地受损 根本起不到清嗓子的作用 反而会杂音 杂音越来越多 声带会越来越不舒服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用两种方法来缓解声带 这两种方法 这两种方法是一定有效的 不仅能清楚 杂音 而却 保健 不散 第一种是 气泡音 当你不舒服的 当你不舒服了 你完全可以 这样可以反复地来 多做几次 那么这样的话 慢慢这个声音啊 得到按摩 里面这个声带啊 会感觉越来越舒服 记住了 气泡音 第一种 打气泡音 挺直你的腰膀 放松肩膀 啊 啊 啊 挺直腰膀 向上 放松肩膀 向下 相反的两个力点 啊 啊 啊 用气息带住 气泡音 啊 放松肩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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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断地放松肩膀 保持这样的一种 松 你才能打得好气泡音 那么第二种 就是 喝温开水 闭着嘴巴 小声的轻咳 这个闭着嘴巴 轻轻的咳啊 它会带动我们气息的支撑点 那么 会起到 以气带声的作用 气息拉住声音 轻轻的咳 它会起到按摩 声带的作用 所以我们的声带 会得到放松 这个时候 你本来特别会想要大声地去清一下嗓子 千万要忍住 哦 千万别再拉扯你的声音了 一边喝点温水 一边轻轻的 清咳就可以了 咳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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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可以了 我真的很担心 朋友们 总是去 咳咳咳咳咳 就是这样子清嗓子 有时声音还特别大 那样拉扯嗓子 你能拉扯几次啊 那拉出毛病来 怎么办呢 哈哈 朋友们啊 不可以这样了 好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再见 再见